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宣文喜 今日和大家的3分鐘視頻 今日的視訪令我想起一句歌仔的歌詞 叫做靜靜地喜革命 當然加一個問號就好一點 詳細講一下為什麼 今日講的英俊承越美股的聲勢高開 一度升穿22,000點 不過其後升幅就收窄了 最後收21887升155點 成交739億多了 不過今日港股見22,000又落回來 跌回百多點 擔心會不會都差不多 特別是看騰訊的弱勢維持 昨天提到黃昏之星 今日果然繼續調整 弱勢都比較明顯 大家擔心是否差不多 回到剛才說的 反而覺得從另外幾方面的因素去看 次々地是靜靜地喜革命 當然是很有方面 三方面的因素可以講 第一方面就是市場的氣氛 或者是信念方面 有些慢慢轉向跡象 例如特別提一提 可以講一下證券商方面 發興 今天都開始講 之前看得比較淡 現在開始看得更好 現在新興市場的股價越來越吸引 之前新興市場升得很厲害的時候 是反映一個完美表現才會這樣升 但跌下跌 慢慢開始有價值 最近跌下跌到這樣的階段 反映極之有價值 資金很便宜 計一計 新興市場股值 現在相對發達國家 是低了三成 所以將新興市場的投資比重 由零大幅調露5% 證券商又可以轉向 與此同時媒體都有傾向 之前一兩星期大家對中國經濟一講便鬧 或者一講便悲 非常淡 但近幾天就慢慢轉向 開始大家猜 在這樣的經濟情況下 中國政府會出招呢 會出甚麼招呢 出招對中國經濟或中國股市向好 有一個轉向 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在技術走勢方面 外圍 無論外圍 以至本地的情況 都次々地有些 很有反攻的姿態 一方面就是外圍 先講外圍的股匯 首先講一下 這個就是奧元 奧元一向視為 中國經濟寒暑表 奧元升 大家覺得 股市中人 起碼 就是匯市中人 起碼 看好中國經濟 便會推高奧元 大家看到奧元這個走勢 大型的頭肩底 以及凸穿 凸穿了一條頸線 今天去過九二多的水平 比的低位升了不少 照亮照度要升到幾百點子 其實會市中人 是偏好對中國經濟 明顯有些轉向 尤其這段時間 這段時間看80的奧元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看80的 一個轉向 同時看韓國股市 我比較喜歡說 這個反映到新興市場股市的情況 或者感受 特別是北亞區 大家看到 今天 裂口升穿 高低腳小雙底頸線 亦都是向好的 反映到資金 其實重新看回 亞洲區 新興市場的情況 和剛才我之前說 發興 開始對新興市場的看法 有些小小轉變 是配合的 加上港股本身 中國股市 港股本身的走勢 都有些 有些蠢蠢欲動 想動作的跡象 一方面看看個別股份 建行內人股 最近威衰一直升 見到了 之前先兩天還是受制於前浪底的阻力 但今天明顯抽穿上去 一度穿過五十天線 偏強 公行也有類似情況 當然沒有建行那麼強 仍然受制五十天線 但已經同樣抽穿前浪底的阻力 走勢轉好 加上國企指數也是這樣的情況 早已抽穿前浪底 而且穩期五十天線之上 正如昨日 節目講的一樣 我估計國企指數會比恆治好 果然今天真是好 在這樣的情況 雖然今天恆治仍然受制於下跌裂口的阻力 但我相信中線衝上去的機會是不小的 換句話 簡單來說 中線仍然可以看好一點 即使今天高位回討也有百零點 不用怕 仍然可以中線看好一點 時間關係 今天分析就是大致這麽多 多謝大家